文章和马依丽官讯离婚 网友军表示 这场早该离的婚终于离了 这与几年前文章出轨事件有关吗 难道这个社会就没有真正幸福的婚姻与爱情吗 请收看本期《东边戏篇》 马依丽和文章终于离婚了 这个终于字是不是有点搞笑了 因为我们不应该欢迎这种消息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会联想到2013年文章出轨现行被抓的那个事件 你们两个人怎么看这种概念呢 离婚过去我们讲是很悲伤的事 离婚就好像是人生是一件非常悲惨的大灾难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离婚成了习以为常的 十几年前就有问候语 离了没有 发了没有 跳了没有 对于一个明星的离婚 大家这样的去看 是不是也有小市民的心理 恨人有 笑人无 希望看热闹的也有 真正操心的也有 参与讨论的也有 但是马依丽离婚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 对 因为每个婚姻它本身就有风险 婚姻没有完美的 婚姻它是个结构 婚姻它是一种交换利益 它的结构稳定不稳定 也是一个要素 你比如说马依丽就比文章大了八岁 姐弟恋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离婚本身就存在 再加上风风雨雨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马依丽的离婚 很多人要把几年前的出轨的问题 连到一起 实际上出轨和离婚没有必然的关系 你认为这两个事情没有 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不要说出轨了 过去三公六妾都有 怎么不离婚呢 是不是 很多家庭都有出轨 为什么不离婚呢 离婚一定是它本身 他们两个之间有问题 出轨只是一个导火索 其实他当时原谅他的时候 是跟他当时的 他所处的人生的思考的境界和水平是相当的 还有他的发展水平是相当的 当初的原谅并不等于说 今天我们要去推翻他以前说 他以前怎么样不对 对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还是说在这个 原谅我觉得还是可选的 就人嘛 我们还是要学会去宽容和包容 我觉得这点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是说 我宽容和包容换来的时间 我还是换不来对方的成长 还是换不来对方 跟我在婚姻当中的同步 那么这个婚姻再也持续不下去的话 那我觉得OK 这个时候选择离婚很正常 这个你说的原谅问题 我也做过一些调查 做这种咨询和访问也很多 其实很多那种状态 不是我们所谓的原谅 只是我们无奈的接受 对 很多家庭 不要说女人对男人无奈的接受 现在很多男人对女人出轨 也是很无奈的 因为婚姻它是一个利益关系 如果我不原谅 又能怎么样呢 结果到底是两期伤取其轻 还是两期利取其重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问题 所以当年我们外行 我们旁观者会以为 马一粒原谅了 其实每个经历过这种婚姻都知道 那是无奈 而且婚姻和爱情不一样 如果他们俩谈恋爱 你这个出轨劈腿 那我立刻就炸了 那就分了 直接甩了是吧 对 那是可以的 但是婚姻呢 婚姻有孩子 有家 有三代人 那怎么办 婚姻就是缝红补补补 它是熬下来的 而有一点我要表扬一下 这个马一粒 马一粒呢 就是她当时出轨以后 她的问题就是跟文章交流 交流 她没有去找第三者 我们很多中国式的女性 一出轨就去打小三 你打小三干嘛 小三惹你 小三惹你 老公没问题 你要打 打你丈夫 你打小三 小三可以起诉你 你侵犯人权 那这个我不怎么看 我觉得小三还是必须被收拾的 你打小三 我告诉你要看小三 不是 是这样 那得看小三对我的家庭 做出的伤害是什么样 如果你一个女孩子 你来抢我的老公 你很明白你给我挑战我呀 要不打你 我肯定要打 但是这个小三 他能打破这个家庭的前提是说老公要感兴趣 是吧 老公也要愿意愿意走 但是anyway 可是是这样 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是这样 有些小三 他可能是被小三 那有的小三可是主动的小三 他是刻意 你是说主动的要打 不是 主动的小三 就是这是分情况的 这一定是有很多种复杂的情况 有的小三 比如说他就是冲着别人家家庭 破坏你的家庭来的 我就是要抢你老公 对 然后你对我的孩子 你对我的家庭利益造成的伤害 那开玩笑 那我肯定不能放过你 我觉得不能对小三太宽容 你们男人当然希望我们对小三宽容一点 但是我现在跟全世界的女性讲 我们就是对小三 就是不能包容 好 就是告诉你 你的前面就是有劲敌 你要是敢来抢我老公 我也肯定饶不了你 就这么简单 不能反而 世界上也有男小三 其实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两位 我们就觉得还是挺成熟的 在2018年的时候 马依丽她获得百予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那个时候她也是有一个获奖感言 那时候她是劝广大的女性 要勇敢去生活 但是一定要成长 我们看看这六年下来 她的成长怎么样 她说这个成长 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这个生活的课没人上 那你就属于被成长 对对对 那我就被成长 被成长是什么概念呢 拿自己的肉体 拿自己的青春 拿自己的栽的跟头 使自己获得一些知识 何必呢 我们找一个工作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背了大书包十几年 最后找了工作 还不理想 还要跳槽 但生活为什么不学习呢 生活你一个跳个槽 试试 等你有了孩子 结了婚 你试一试 对不对 所以她说的这个思考和成长 是非常被动的 我们为什么做东边西边的这个节目 为什么我们要谈马依丽 我们不是八卦 我们希望你主动成长 没所谓 希望看我们节目的人 你能学到一些知识 对 起码知道一些常识 对 另外马依丽还有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所以马依丽来讲 和文章来讲 我看都是有收获的 你想 一个女人 一辈子结过婚 女人一生不就两年大事吗 一个结婚 一个生孩子吗 再加一个离婚 不就完美了吗 是不是 你看有两孩子 又找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小男人 对不对 而且现在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 有了经历 你还要什么呢 婚姻是一个段落 它是个合作关系 婚姻不是永生的 如果你要想找一个 我终身就完美的婚姻 那你就不要结婚了 所谓的成长 我是特别认可的 像周老爷说了一样 我们是一种被动的成长 但是现在我认为 我们就更加主动的 这是我的人生价值观 就是说我是终身学习 终身成长 你只有成长了 你才能很好地应付 你人生的每个阶段 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是事实 出轨 对 对 对 你都得去应对 包括老来 你的身体的病痛 我想起了 就是有很多的公众人物 好像他的这个生活 跟我们常人不一样了 我们想离就离 但是他们想离的话 好多人要八卦了 你怎么看呢 他公众人物 他因为放大了 他同样的一件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可能就正常 但这件事情 你发生在偶像身上 就麻烦 对 其实偶像也是人 他要吃饭 他要醒鼻子 他要记哭袋 是啊 但是我们在我们印象当中 他是不吃饭的 他是没有这个七情六欲的 他是个完美的人 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就绑架了一些 粉丝的一些概念 所以他出现问题 就放大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对于公众人物 要求比较高 因为你有一个导向的作用 特别是对年轻人 对 你给一个榜样 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并没有数据表明 离婚与出轨之间的联系 但出轨是每一对伴侣 都想极力避免的事情 万一伴侣出轨了 该与马依丽一样 选择原谅他呢 还是应该大战一场呢 出轨究竟应该如何定义 请继续收看 出轨的你分阶段的嘛 如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都劈腿 那这个东西往后走 这个我同意 是不是 OK 那这个表明你觉得忠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恋爱阶段很好 因为恋爱阶段本身就比较激动 OK 比较完美 时间又很短 对 一般在恋爱阶段呢 彼此的荷尔蒙的激素是比较高的 况且是时间又比较短 没有什么太大的煎熬 在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劈腿 那么今后再面对冗长的生活 对 漫长的婚姻 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立刻就分了 结婚以后就要三四二后行 而且你还要分 它到底是什么性质 因为出轨它有婚外情 婚外性和婚外恋 如果是婚外性 情 性 恋 这个怎么分呢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肉体出轨 不是婚外性吗 OK 对吧 你心还在我这呢 好 那我可以考虑吗 对对 你婚外有个情 但是你没有性 只是想一想 发点什么 也算了 爱爱妹的信息 那忍了吧 就过了 对吧 你要婚外恋 那要颠覆家庭 那不行 你要当正宫娘娘 那这个东西 这绝对不行 先打小三是吧 但是我觉得对 三思而行是很重要的了 就是说你那个 你要考虑到 对这个自己的家庭 在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是不是 如果是有了孩子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要坚持 没办法了 对啊 什么都要原谅 或者至少是要忍住了 因为你结了婚以后 你的 我们不讲一个责任心吗 其实责任心更多的讲的 不是说男方对女方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对 有什么责任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而且现在女人又很厉害 女人挣的钱比男人还多 对对对 我们讲的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老人 对 因为你一旦家庭分裂以后 你会影响三代人 但坚持同时也不能 就是如果明显已经没有爱了 明显你没法 原谅这个人坚持 还要坚持吗 这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说没必要吗 不是有必要 有数据 没有爱的婚姻 同样有要坚持 有必要 起码我坚持到孩子 成人以后再离婚吗 不不 这个我完全反对 因为是这样的 有数据 有数据支持的 这就是在 大概是十年前 曾经做过一个数据调查研究 就是说导致孩子有问题的 那个状态 婚姻状态的排名 排名第一的并不是单亲 排名第一的是 家庭 父母经常吵闹 经常打的那种孩子 这是排第一的 第二是不幸福的 不幸福的单亲 就刚才我跟麦子 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看咱们两个人 如果是说他出轨了 然后你包容了他 然后我们之间 还是能够共同的成长 共同的把这个事情 给度过他 一起成长可以 做一个假设 张薇 我和你是夫妻 我出轨了 好吧 对吧 可以 那么你要和我离婚 当我给你有一个协约 我说张薇 你也可以出轨 但是咱们等孩子 大一点才离婚 因为我们两个人 必须要和睦 对待一个孩子 帮助他成长 因为我们俩的目标 我们共同都爱着这个孩子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所以双双都有 外吃的这个权利 但是咱们俩呢 就是表面很合作 同时我们表面也做得很好 让孩子成长 可不可以呢 可以做到这个表面 但是我没有必要 我一次这个婚姻 我也能做得很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因为单亲可以吗 但是如果单亲 幸福的单亲是可以的 如果表面比较好的双亲 要比单亲要好 可是你要知道 我觉得表面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孩子能知道 孩子比咱敏感多了 对对对 我是担心这一点 装不了 如果装成还可以 装不成 装不成你们会打的 会听见吵的 装不成是最后才知道的 你说这个打 我还反对 如果两个人成年以后 真的摊开了谈 而且彼此心都冷了 不会打 彼此还会有恩爱 我希望你过得好 我希望你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人 完全有可能 好啊 那出轨还是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定义 什么叫出轨了 比如说呢 我问你们哈 就是你的老公老婆 在办公室里面 总是跟一些异性暧昧 你们会觉得算是出轨吗 那这当然不是出轨了 我是这样看 爱一个人就正儿八经的爱 认真的爱 打琴骂俏很无聊 对不对 你说你爱的一个人 他跟另外一个人打琴骂俏 你打琴骂俏目的什么 那不就是个前戏吗 很讨厌的吗 还有事价 你打琴骂俏 你心里想着他 只要你不上床就行 你是属于这种吗 你是属于这种吗 我认为有一个 你在意这个 不就爱和性吧 我认为有一种可能很重要 一般来讲 有些男人一出轨以后 有些女人会这样考虑 就是你出轨了 你和另外一个女人 有一层关系了 我在你心中什么地位 对 你还爱上 这个很重要 是吧 你还爱不爱我 而且我和这个女人比 是怎么排列的 对 如果我始终排列第一 你偶尔有一次失足 是可以原谅的 是谁扔到水里 然后就谁 我们害怕什么呢 我们害怕的是 这个男人始终在 这个女人身边 但心里边始终想着 另外一个女人 对 对 对 当然了 是不是 这是颠覆性 所以你到底是精神和肉体的 我们都考虑 但是我们有一个定义 不论是精神的 和肉体的出轨 我们都定义为出轨 这个出轨的问题 我一再建议 我做这个感情资讯节目 我建议什么呢 女人不要去看男人的手机 不要去扒了别人的椅子 第二个建议什么呢 男人回来以后 被抓住以后 打死不要承认 不认账 你只要不认账 这个不认账 就给了女人希望 对不对 很多女人这样讲 其实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的话 我也不会计较 其实这是假话 如果男人老老实实 把情况原本的告诉这个女人了 这个女人是无法接受的 特别是 很多女人把男人逼急了 最后你知道吧 就不叫坦白了 那个叫摊牌 那婚姻当中还能有信任吗 婚姻当中的诚实 注意啊 婚姻永远是相对诚实 只有爱对 只有爱情 是百分之百的诚实 你当你心中萌发的百分之百 爱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心里边一定是纯真的 你跟对方讲的都是真话 对 甚至你也相信对方讲的 每句话都是真话 就在那一撒那 那个段落会有的 但是婚姻如果你要诚实 你要把你自己的人性的东西 和你本心底那些杂念 都暴露给对方的话 这个婚姻是要完蛋的 对对 只能相对诚实 不能绝对诚实 这个问题要解决呢 其实是更多的是 解决不了 不 可以解决 我觉得可以解决 就是说更多的是 我们要看认知 就是说我对婚姻的认知 我对出轨的认知 我对恋情的认知 我这个认知到了哪个度 就证明我对它的包容 到了哪个度 虽然说可能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我们能够维持 婚姻的一个稳定的概率 稳定性 我能提升它的稳定性 那你说的这个认知 是不是要经过学习 对就这意思 是不是要经过历练 所以我说嘛 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面对很多丑陋的事实 然后呢 你经过学习 经过历练 从中你还有犯错误 人才能成长 对对对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犯错是没法 这个问题 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 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说我觉得好像 如果人只有经历过 一个事情才能领悟 我就说人只有经历过 才能领悟 明白明白 但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世界我觉得不对 他如果你要的事情 都是经历过才能领悟的话 那太可怕了 那种战争我们要先发 那你说贩毒 咱们只有经历过 吸毒咱们只有经历过 才能领悟吗 你就完了 你没经历过 你为什么牢牢地告诉自己 我不能去吸毒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是从别人的动物 爱你有一些东西是可能不值的 从文字 对 不值的介绍 所以为什么马亦丽和文章 这个事情引起大家的 这么多的那个关注呢 就是很多人其实是想在里头学习到 我如何去对待婚姻 对待出轨 对待爱情 你刚才师弟那个回答 他说了这个问题 我承认 但是有一点 要注意 我们对于毒品对人的危害 毒品对人造成这种毁灭性的危害 和一个家庭的摧残 我们有多少的宣传 有多大的量 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承认你那个观点 不需要体验 你也知道 不需要体验我就知道 但是生活和婚姻不是的 你说我们的课本 哪一个课本讲婚姻 哪一个节目系统的给你讲男女关系 有吗 那我特别想问的 就是你们两位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被出轨 有没有戴上这个绿帽子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是劝何还是劝离 我这个前几天还收到了一个咨询 他就问我 他说我和一个 我出菜 他是个女的 他说我和一个老同学 在开同学会的时候 我跟他出轨了 上床了 我说这个事你咨询我干嘛 他说我心里难过 他回到家以后 我就认为我丈夫比他好 而且多年前 多年前我认为这个男人很依旧 这次出轨以后 我非常失望 我说你失望在哪里 他说我失望他的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傲慢 还有他愿意做这个事情 也应该是令这个女人失望 就没有道德 这倒不是 其实那个男人是他在上学的时候 心里一直期盼的一个男神 只是他认为这个男神破灭了 回来以后他就非常内疚 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一直是他的一个内疚 他自罪 他自责 他自责 他对不起他丈夫 你像这种咨询来讲 都是比较有质量的 而且他有那个反省的意识 这都是很难得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劝何 你要帮助他 对 他有心维持这个婚礼 当然那肯定是要有 对 但我另外一个 像我一个好朋友 他那个出轨就特别的 就确实挺惨的 是男人出轨 男人出轨 而且男人是选 他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这个男人出轨的呢 是他爸爸去世的当天 就是他 就是乌漏又语连一语 学上教 是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然后那个 他就发现老公有点不对 就他特别需要老公安慰的时候 他跟我 就是在好多年 他应该是五六年以后 才跟我说这个事情 但当时说的时候 还是泪流满面 他说当时他爸爸 是他最爱的人 也是最爱他的人 去世了 他本来就特别需要一种安慰 然后希望老公在身边去陪伴和安慰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发现就感觉老公有点怪 就是说不出来这种怪 如果你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 男人的肉体的行为 或者气氛 不会发黄 你就会感觉到 然后他立马就感觉到 不会那么距离 感觉到了以后 后来他就 他就可能是翻看手机 就是采取这个 然后就看到了 结果就是灭顶之灾 不要看手机 但是我告诉你 他不看手机更惨 因为后来那个女的就不是个好人 那个女人是个有目的性非常强的女人 那个根本就不是真爱他老公的 八强角 对 所以他是想利用他老公达到某种目的 也不是真爱他老公 所以我也讲过 就是说女人有的时候 还是要会去保护家庭 最后是我这个朋友 就坚定地跟他的老公 就是说反正就站到一起来处理这些问题 随着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出轨离婚的新闻不断被放大 因而催生了许多不婚族与恐婚族 婚姻制度在未来将会怎样变化呢 难道这个社会就没有真正幸福的婚姻与爱情吗 来听听嘉宾们怎么说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说的这些 有关离婚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发现 就是面对一连串的那些离婚呢 不愉快的不幸福的婚姻的这些信息了 很多人就对婚姻本身会产生一种恐惧 于是我们发现了有很多不婚族啊恐婚族啊 大家怎么看这些趋势 负面效应 负面效应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 两个人一相爱一结婚就白头到老了 我们从小受的这种事 对啊 后来发现不是 对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 就我们又被骗了 爸爸妈妈的积蓄 自己贷款 最后一个盛大的婚礼 再买房子买车 一个几百万的婚礼和婚姻 可能两三年都维系不到 就垮了 但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呢 两个月的工资 一点牛奶糖 或送点什么锅耳瓢盆 两张床并在一起 维持了一个几十年的婚姻 对 这个性价比差距太大了 负面的效应 还有一个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效应 父母的争吵 每天的愤怒 这些整个效应造下来 就把这个婚姻负面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植入到下一代身上 你说最早吧 我们讲过去的婚姻 最早的婚姻就是为了繁衍 就是为了生孩子 你想过去那个制度多延 你要去摸一个女人的手 你要摸一辈子的 你摸完这个手 你不办结婚证 会谴责你说你是流氓的 对 而且你的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结婚的证明 你敢吗 把你抓起来 对吧 过去这个问题很明显 有需求的吗 再一个 你再往后 再往近代 再移移 你会发现 女人没有工作 我不得不依赖男人的粮票 我不得不成个家 现在我性的问题可以解决了 女人的粮票比男人多 每个都是个性化 女人是小公主 男人是小少爷 个人都是我自己快乐就行 你说这个婚姻怎么结呢 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做丈夫的素质 也没有当妻子那个能力了 你说这婚姻怎么结 两天就分了 那这个能力去哪里了 是没有被批养出来的 这能力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是女性的经济地位 和那个 还有社会培育 价值观 那就是没有动力 就不需要 因为以前你要知道 中国的女人还三寸金连裹小脚 然后还有她们工作 工作机会很少 带孩子 对 但她没有经济能力 必然依附于男人 所以那会儿有三妻四妾 然后到了新中国好了 我很感谢新中国 新中国提升了我们女性的地位 而且是大大提 把你们解放成单身贵妇 那你们就非不婚了 是这样子吗 对对 你的好吗 对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 有她的好有她的不好 因为不好的一面 可能就是对社会的 如果是以婚姻为单元的 这个社会的稳定性 它是有冲击的 但是好的一面 就是毫无疑问 我觉得更多知识女性 和独立女性的存在 必然是对社会的进步 还有对下一代的教育 我觉得是更好的 新中国给女人带来 各种各样的自由 自己选择的一个权利了 对 这个也挺好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的状态了 就是几百万的婚姻 却不值钱 很容易离 是不是正常状态 现在实现了呢 麦子讲的婚姻这个问题 婚姻今后是要解体的 随着社会的发生 2015年 你们查一下 在美国 非注册的family 已经超过了注册的family 好像北欧一些地方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的 那你想那些 他们是真正以家庭为单元 他们非注册的family 家庭过得非常好 对 一点都不差 但是婚姻今后是要解体的 特别是当每个人 他的那个自我意识崛起 而且他的自由度提高 他应该是有家庭的概念 就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自己有契约 我们知道彼此的边界 我们也会 你像那个加拿大 还有一些发达的国家 男女同居八个月以上 就视为 对对对对 我们那边也是 你要分手 好家伙 你得分手 你得付本人 对对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我觉得婚姻就是如果从法律形式上来解体 这个有可能是以后他会解体 但是这个需要 现在已经开始了 但他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慢慢减少 因为这个婚姻 实际上男人最讨厌婚姻了 因为我知道周老爷的心理的 就是说男人是特别 男人希望有很多家庭 但是不喜欢有婚姻 对没错 然后他不希望这种法律约束 但其实这个法律就是来约束 就是说男人 约束男人 其实法律更多的婚姻法 更多的是保护那个妇女和儿童的 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你说有的国家是一夫妥妻制 所以 怎么讲 其实也是这样讲 也是说是保护 他 他那个制度是完整的 他一夫妥妻制是什么概念 你给大奶 买一个别墅 二奶也要买个别墅 三奶也要有 他是这样规定 他是有系列的保护 对 一种保护 这种保护实际上还是保护弱势 他不是限制男人 对 他是保护弱势群体 人的学识提高了以后 应该是彼此尊重 互相有爱 我们自己就爱对方 自己就约束自己 不要别人来运输 我自律 我不要他律 那不要 那一夫一妻制 我觉得在中国现当下还是很必须的 一夫一妻制 就是约束周老爷 像我们是一个比较男女 我愿意一妻两夫 希望这个女人好 我们两个男人跟你在一起 我没意见 只要我们跟人同意 好现代 是不是 我们说了这么多负面的 这么多可怕的消息 可不可以说点正面的 有一些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不用哭了 还可以盼望婚姻这个东西 如果在七一情人节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是情人节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你心里憋了很长时间的爱 要大胆地收出口 特别是两个相爱的人 我建议男人先说我爱你 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这个好 如果你这个情人节憋了很长时间 像个鸡肋 失之无味 弃之可惜 干脆在情人节就拜拜 就分手 也是一个机会吃最后一顿晚餐 这是我对情人节的建议 我对婚姻的建议是这样 作为一个人 一辈子应该有点责任 应该要为他人而活 而不是仅仅为了自己 婚姻是男女关系最复杂 最无奈 最绝望的一种男女关系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 都有善良之心坚持下去 熬下去 最后的结果 收获会大于之初 那么我想说的 就是说 如果是从人生的长度来看 接一次离一次更好 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从人生的长度上来看 我觉得人是一种选择 实际上我们就是活在选择你 比如说你选择了 我要想要有一次又一次的激情 那么你就不要想去结婚 对 但是你如果选择了结婚 那你就不要想去有一次又一次的激情 干着没有两头田 对 但是我个人我是选择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跟一个就是爱自己的 自己也爱的人 然后跟他一起 就是过日子 然后生孩子 然后再看着我们的孩子 孩子长大 成长的那个过程 其实也特别幸福 所以你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找到 这个幸福美满的感觉 一定是可以的 虽然有煎熬 有吵闹 我们有吵闹 但是和这个比起来 对 一定是说你的幸福的时光和幸福的感受 是赞 比如说赞我的肯定是赞九成 那么有一层的草草唠唠 我觉得是我能够 张维你说这个 对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开头讲马一笔的问题 对 我为什么说马一笔够本了 为什么说文章够本了 我们的一生有80%的收获 为什么我们要跟他20%过不行 对 没必要 我们也要看我们得到的 而不是老计较失去的 对 还是认准自己有什么收获 很重要 而且我生命幸福的人很多 而且我发现是这样 朋友圈 幸福都幸福 对 很重要 对不对 朋友圈 一旦有一个男人出轨被认可了 其他男人会跟着出轨 有传染效应的 所以大家一定就是 找男朋友 找女朋友 好像这个被认可 已经发生了 怨妇圈 这个文化已经是有变化了 那如果是问我的话 我觉得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 我觉得我们要认准 就是说你和你的对象 是不是有个共同的目标 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一个目标 在奋斗 如果目标是可以 大家都一起的话 那就继续 找办法就是什么问题出现 都没关系了 原谅 然后脱鞋 然后就是包容 就是要继续奋斗了 如果发现两人的目标 不一样的话 那就算了吧 是吧 这是我的概念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这么多 我们真的不用哭了 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一个 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们要勇敢地去爱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聊 对 那我们聊